恒大地产这次的集资是利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市平台 进行第二次的一个融资 我们可以看到内地房产股二次融资的话 基本上它的目的一般性是属于偿还之前的债务 或者是扩充新的一个项目 我们可以看到恒大地产的一个新项目 基本上是处于重庆沈阳这些二线城市 而且项目分布比较广 投资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组合 可以看到暂时来说对公司的前景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 但是由于两次集资的时间距离比较短 可能市场上的投资者对股票的价格上面缺乏一种信心 在这样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消息的影响下 可能近期来说股票的价格还会受制于4.2 然后这里有一个主力委